請問馬雲現在碰上了中國大陸官方販售假貨指控 不過他的財富仍然是在亞洲名列前茅 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全球的富豪排行榜 就是根據中國大陸胡潤研究所的統計數據顯示 目前首富是微軟的比爾蓋茨 他的資產達到了2.65兆 那麼墨西哥電信的史靈則是排名第二 達到了2.6兆新台幣的資產 那麼第三名跟第四名分別是股神巴菲特以及臉書 而在亞洲的部分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首先看到中國大陸 這個部分是香港的富商李嘉誠 他的資產達到了1.02兆新台幣 那麼第28名跟34名分別是 漢能控股的李和軍以及阿里巴巴的馬雲 分別有8,160億新台幣以及7,650億的資產 而在台灣的部分我們要來看到 台灣排名相對在前面的 則是鼎心集團的魏映州兄弟 他們排名在全球是155名 那麼總資產是達到2,346億 那麼另外240名的是郭台銘 也就是鴻海集團的董事長 當然他的資產則是達到1,479億 另外排行全球1,911名的 則是政治人物國民黨前主席連戰 他的資產則達到了311億 所謂的資產則竟然是 無論是歷移動的 類似的資產也會進行